世界因你更精彩 在彰化生人国小的礼堂里 传出悠扬的抒情声 一位老师弹奏着一台比人还高的抒情 我是抒情猎人李泽英 因为爸爸四十多年前 把抒情从日本带回来台湾 因为当年一把抒情要十几万二十万 没有几个人学得起啊 那前几年呢 那个时候爸爸也生了一场大病 那时候我们就劝我们的爸爸说 爸你为抒情奋斗了四十年 做的真的够多了 我要把抒情的声音带到台湾的各个角落 尤其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小学校 那这样子 小朋友没看过抒情的 我就搬过去给他们看 那小朋友没听过的 我就给他们听 让他们享受 爸爸当年第一次听到抒情 摸到抒情的那个感动 哲英默默许下心愿 立志带着抒情走过一百多所小学 而生人国小已经是第三百七十五所 世界因你更精彩 历程建设 与你一起推动善的影响力